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hing.com.h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我們今晚討論的話題 九型人格的學問 我相信香港人對九型人格或ENOGRAM 都相當熟悉的 因為始終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課程 那麽多年齡我都不斷地聽過 都有少少認識 那我們今晚這位嘉賓 Ray Ho 其實他又不是一個心理學家 他又不是臨床心理學 但他的背景完全跟這方面沒有什麼大關係 那他自己在早年就在哈佛 美國哈佛大學就先讀一個Liberal Arts 就是好像我以前讀大學都是這樣 讀一個Liberal Arts 但是讀Science 那跟著就去哥倫比亞 就拿了那個工商管理的那個碩士 但他目前好像繼續在學術上 都一直在研究中 在NYU就是一個博士研究生來的 但是可以這樣說 Ray的背景可以說 基本上在商業那方面 投資那方面 但是他今晚跟我們分享一下 是關於另外一個課題 是九營人格 對某個程度上 他是不是這方面的資格有多少 如果你看回他過去研究這方面 我相信他是我認識在這方面 教這方面的人裏面 是小有地 是真的好全面 是鑽研這個九營人格的 那 所以我們很高興 今晚就請到Ray Ho 跟我們今晚是分享這個 那或者 或者先問問Ray 其實你為什麼會進入了這個研究九營人格呢 你的研究了多久呢 其實我看很早以前 我在外國的時候 差不多是80年代 我已經買了一本書看的了 但是呢 那時候看都看不明白的 因為他這些東西都很深的 那就丟下了一點點 後來就跟了不同的導師上課了 其實在美國 其實在美國有很多派的 講的系統是完全 很多是很不同的 很不同的 初班來說大部分是相似 但是其他呢 就不同的 而且有分很多派的 這派就說那派就不是那麼準確 我又說你不準確 很多派就是的 有西岸派 東岸派 有西岸派 那邊就是比較多是那些 全教士的 他們就把這套系統 散播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所以他們的派 講的話就比較接近 跟宗教的關係 那一些派就比較講的是 心理分析 分了很多派 但是他真正的起源在哪裏 我以前聽聞 又說一個古代的古文化的智慧 南美之類 但是其實據你所研究 這個真正的起源在哪裏 有沒有說有一個秘組 或者某個心理學派 開始呢 其實 最早的研究就說 一九二零年度 就在 莫斯科有一個人叫葛吉夫 他就開始講這套系統 那他是一個非常傳奇人物來的 他就 遊歷過很多地方 在 希臘啊 他去過西藏啊 印度啊 不同的地方 他就學過很多東西的 他就開始教這套東西 他就說 跟一些 中東的師傅學的 但是他又沒有告訴我們 他在哪裏 那他在一九四九年死了之後 就把那些 知識呢 就傳了給很多徒弟 那徒弟就分了在不同的 南美洲啊 法國 英國 美國 是 那 後來呢 就是一九六年年代呢 就在智利 有一個 師傅 叫做 中東的師傅 他就開始講這套系統 出來了 那 他那時候就有一班美國人 和南美人就跟他學的 然後呢 1971年呢 就在 美國西岸 開始由 一個 醫生 精神科醫生 Naranho 開始 這套系統 傳出來了 那 早期我們所 就是 現在一般人經常講來講 是講人脈的性格 是不是 一開始就是這樣呢 還是早期是 不是這個 這樣的 學問來的呢 其實這個學問 就 最早期 是一個 思想系統來的 就好像 易經那樣 他就 可以應用在不同的地方 那 他就 一九六零年代 他們就 將他應用在人格分析那裏 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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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就 後來 在 一九七年 在西岸 那個 Naranho 醫生 就將他 跟他以前 在精神科裡面學的東西 結合一起 嗯 就將他 變成了一種 心理學派 可以說 psycho spiritual 的工作 但這件事 以前 其實在英國 四零年代 已經有人寫過 書是關於 他應用在其他方面的 例如 在 一個 系統研究 Management 都有的了 其實應用可以在 什麼地方都可以的 如果你可以用得到 好像 易經而已 但是現在最多人應用 都是 了解 各類的人 了解 自己 了解你周遭的朋友 你的 家人 始終我所知道 外面 很多方面的訓練 都是 著重於 研究 不同的人的 性格 始終應用 這方面應該最多 暫時 多數是應用在外面 但是 有些派 就會將 那樣工具 應用在自己 怎樣自我提升 上去 他們通過 九陰人間裏面 有些靜心 和有些 武道 將 那個 散亂的心 集中 和提升自己 可以是應用在自我成長裏面的 又可以應用在對外的 因為你有始終 你是有九種人格 基本上 我們都 某個程度上 都可以找到 每一個人的 那個人格方面 所以你說 自我提升 那樣 和別人的九個型格 其實都不是有 那麼大的 關係 要認識 那你不用認識別人 那你自己提升 其實 他們的思想就是這樣 你了解了自己 是哪一種型格 你就知道自己的執著點在哪裏 那你就可以怎樣提升 你的重點的問題在哪裏 然後你自己觀察自己的日常生活裏面 我什麼時候生氣呢 什麼時候有恐懼呢 什麼時候有執著呢 然後用這個工具觀察 好像一塊鏡一樣 然後怎樣提升自己 就是這樣 在某個程度上 我們很多人都會學 看相 其實都是想了解一下那個人的 就是中文的名相 很著重的人 但是九型人格 我覺得是 感覺上 好像幾有系統 和幾全面 不是很圓的 你看那些中文看相 那些 真是任他演繹 有時候很難教到給別人的 但是這個九型人格 讓我們大家了解我們的人類的各類性格 包括當然了解自己 所以大家都很容易看到 中國人所謂知己知彼 八戰八成 不論你是應用在什麼地方都好 比如在婚姻 走沉伴侶 或者公司的組織 需要的不同的人士 其實可以想得到 了解人格 其實是很重要 是一個很好的學問 當然 很可惜 我們經常都強調 很多很基本的學問 我們在學校學不到 好像正統的 在傳統的心理學裡面 他可能都不太看得起這種資料 是不是 有沒有傳統的學術的人都開始研究 有 其實在早年 因為這套系統 是在美國西岸加州發揚出去的 其實第一次九型人格國際大會 在士丹福大學那裡開始的 他們在那裡 因為那個 有一個 始祖 David Daniel 就是在士丹福大學裡面 他是一個醫生 細醫 他覺得這套系統非常有用 他是在士丹福大學 是一個科學教授 他就把這套系統 在那邊傳出來 後來在 例如 芝加哥內奧大學 長期有這套系統教授 譬如 我一個老師 Dr. Wagner 就是在那裡 最近 有一個始祖 譬如 Helen Palmer 在Harvard Law School 那裡 又搞過一個課程 就是幫那些律師 利用這套系統 讓他們更加可以了解人 所以這套系統 雖然主流不是那麼流行 主流心理學 但是 也有些 比較出名的大學 都會看他們 好了 我相信 最重要的是 要掌握一下這個學問 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掌握 那個所謂 九型人格 這九型人格是哪個九型呢 每一個人格的重點在哪裏呢 讓我們很容易掌握到 可以在我們的相熟朋友 或者在自己那裏 知道自己的人格是怎樣 自己的性格是怎樣 先分類 其實你先分 其實九型的分法 開始你分是 從這個三個元素開始的 譬如 大家都知道 可能聽過 人大概上他們這樣研究 就是分 一些比較容易生氣 一些比較容易悲哀的 一些比較容易悲哀的 一些比較容易害怕的 沒有信心的 我們這樣才分 在這個系統裏面來說 八號、九號、一號 就是屬於這個比較容易生氣的 二號、三號、四號 比較容易悲哀一些 五號、六號、七號 比較容易害怕青 疑惑一些 先分了 所有人分了三類 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三個元素 你見過圖 有一個三角形的 其實 所有東西都可以用三個元素分下去 其實九人人格不是真的九型的 是你才分三型 再分三型 再分下去都可以 在外國已經很多時候 已經調到二十七型去的 其實挺複雜的 可以簡單又可以複雜 或者我們先由簡單開始 我們先由九個型格 我們剛才所說的三大類型 再入面再分 我試試用一個 因為每一個型格都有它的特點 一個特色 所以我只能夠掌握到 起碼每一個型格的特色 其實已經做一個起點 好嗎 先說一下 所謂第一型 就是什麼型 通常可以叫做完美型 完美型 他們是屬於 容易憤怒 容易生氣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是追求完美 所以如果世界上的東西不完美 他們就會容易生氣 他們的注意力在哪裏 就是主力在對和錯 很多時候是對和錯 對和錯 他有個內在標準 他就將標準來批判世界上很多事 其實他們如果自己不對 他也會批評自己 人家不對他也會批評別人 但他們也有很多優點 即是在某程度上 他們會遵從某種原則 原則性強的 是的 而且他不會說是無鄰兩可的人 他認為應該是這樣做的 他會去推動 所以可能因此 令到他有時候感覺到 是會不開心 遇到一些事情 他會覺得不開心 即是世界好像不公平 不對 是的 有些書就叫做改革派 他一定會改革派 即是覺得不對的東西 他就會站在改革 所以也有些定型 叫做reformer改革派 是的 但有些系統叫做achiever 那為什麼會achiever呢 你覺得這個字眼形容 對嗎 可能會比較混亂 很多時候 其實最早那時候學 他們就不用字來分類 因為字很難把一個比較複雜的人 概念化 他們有些派叫做achiever 因為覺得他們想achiever 某種的公義 其實十幾派用的名字 都有點不同 我們採用完美派下 完美主義 完美主義的人 就是有一個很強烈的 正與錯的原則 很堅持自己原則 當然堅持原則的人 覺得有不公義的問題 他會走出來做些事情 那我認識的人 我們一般的人認識 有哪些你覺得會是屬於一型的 如果香港人物來講 譬如汪阿姐汪明荃 多數人接觸他 都覺得他的原則多強 你有沒有覺得 在公共場合 他都說很多原則性的事情 是的 我們看到他在做人人大代表 其實很多時候 大家都會認為 通常都是橡皮圖章 你不會發表什麼 但我幾次都聽到 汪明荃 都會說出一些原則性 值得批判的事情 他不會害怕的 他會去做的 所以我們說 如果認識他的人 都可能會將他斷 做一種完美型的人 除了汪明荃的認識之外 還有什麼人 你覺得應該屬於完美主義者 我們的老師說 譬如印度以前的國父 金地 因為他的原則性都很強 他說我們要和平 把印度從英國殖民地的形式改變過來 他真的很堅持他的原則 聽聞他說他要吃素 他又堅持了很多很多年 其實他很多東西的原則性都很強 很強 是的 如果大家記得看出片段 其中有一幕 就是金地和他的太太的爭執 他認為我們大家要洗廁所 大家要洗 不會因為你是我的太太 你又不需要做 在Ashram裡面 他當時有一幕是說這件事 所以現在看到他的表現 他的行為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將他 定形成一個完美型 我相信大家聽眾看看 你身邊的人 有沒有覺得有些人 屬於這一類型的人 好了 最後再說 其實這個原則性強 雖然可能有時 就比較辛苦 但他們都很好的地方 其實他們很多時候都很勤奮 其實他們都很勤奮 理想化 很可靠 很有責任心 其實 要請人 請這個 是挺好的 其實 最重要是他跟公司的方向認同 如果不認同 那就挺流動 是的 其實他們都很好的 每一個型格 我們最重要就是 每一個強處都可以是弱點 弱點都是強項 如果適合應用的話 是的 好 OK 那第二型呢 是屬於哪種型 第二型呢 很多書會用這個字叫助人型 助人型 簡單的幫助人 喜歡幫助人 喜歡幫助人 他行為上 其實很喜歡幫助人 跟別人聯繫 因為他覺得 他會很開心 如果可以幫助別人 聯繫到你 你會記得他 身邊都幾多這些人 其實 他會很關注身邊人的需要 他們的感受 看看如何滿足他們 很多時候 就 譬如吃飯 他們第一季會甲洗 給你 和你喝茶 有些人是這樣的 很自動化的 很快的 那些人在服務行業 應該是 配合得好些 是的 他們很開心 你不讓他幫助 可能他覺得很熱 其實他很喜歡 人需要他的 有些 一方面的朋友說 他很開心 如果你們需要他 你有事不找他 反而他不開心 是啊 我相信大家都 都認識身邊的朋友 就是這一類型 有些很明顯的 那 我們所認識的人裡面 有誰你覺得 是屬於這個 可能大家都認識的人 比如在這個 娛樂圈來說 周華健 他們說 他個人比較容易是這樣 因為他 你見他的表情 他走出來 都很想跟你有聯繫 有些人認識他 就說他個人都很隨和 很喜歡幫人 那他這個角色 這個性格 有些戲的角色 表現出來 他私下間的人 認識他 是這樣 私下間的人 認識他是這樣 其實他這種 類型的人 很多時候 你看到他們 就比較好笑容 好 approachable 你看到他們 都很想跟他聯繫 很容易接觸到 很親切的 一般人很容易 他們的朋友都很多 很多朋友 很多朋友 都很多朋友 他會有空來找你 看你關心一下你 很多時候很多朋友 他很喜歡 對他來說 很開心的 他們付出 如果我們認識這些人 作為朋友 是最好笑的 是嗎 是嗎 是 是 他們的朋友 好處真的很多 是 他很喜歡付出 很熱心幫人 很多時候 他們很慷慨 很 很聰明 可以叫做廣東話 對人家的感覺很敏感 全部都很關照 服署得很周到 有什麼需要 他一眼關照 看著 是啊 你還沒說 他已經做了 他很懂得支持人 你半天打給他 他都會跟你聊幾個小時 不覺得煩 不覺得煩 很多時候 服務性行業 醫療界 醫生 護士 社工 如果你有這種類型 你找到這樣的工作 對你來說 你應該會比較開心很多 是啊 因為他們覺得付出 真的很棒 那第三型是什麼 第三型 就是 但是 都是講 一型的 都是講心的 那 中文的翻譯 他們會講 叫做 表現者 表現者 我有一些叫做 achiever 是 有些叫做 performer 就是表演 表演者 是 那 其實他們的重點 就是 他都很喜歡表演自己 因為他們覺得 如果我做很多事 我成功 他的字 叫成功 成功出來 生命就會有人愛他 有人疼他 那麼他就會 很多時候 很多 任何機會之下 他就會 表現自己的能力 一開始 你認識他 可能頭五分鐘 他已經講完他的 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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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直說 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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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應該屬於第三型的 用不太好 他們說 例如外國 來講 那個 克林頓總統 他走出來 就很 聰明 說話很厲害 他走出來 就 就已經表達了自己 因為這種形態的人 就很懂表達自己 整個 聰明議員已經好像 他 他完全碰到 什麼都可以 不會失敗 不是的 你簽完他就好了 是 他就是 譬如 香港來講 譬如 可以說 譬如 劉德華先生 他的戲出來 真的很好 他什麼都可以 其實 他一個人又很好 又好 演戲又可以 嗯 他最近有自己 創立立生的公司 他 他扮演那些戲的角色 很多時候都好像 有這種風格 是 最近有幾出古裝的片 裡面 他都是好像一個 是 就是 做得事的 是 好做得事的 是 他很有效率的 其實他們叫做自己 是 目標很清晰 有個目標 就行 可以 可以同時做很多事情 很勤力的 有些人叫做工作狂的 因為 他們注重成果 效率 多數他們 很多 這一類型的人 都比較忙的 很多 很多活力的 嗯 嗯 其實 都很多優點 一個系統 那些人的弱點 會在哪裏 如果我們要留意一點 他的弱點 就是他的強項 的相反 其實 是 是 他有時就 可能很勤力 就可能沒有那麼多時間 他家 或者很注重工作 他們 嗯 或者因為為了目標 他可能會 跟朋友 或者同事 比較容易 沒有那麼對的 是 因為他目標感很強很強的 嗯 你不要妨礙他 是 OK 好 我們先休息幾分鐘之後 就會繼續討論今晚的講題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com n-a-t-u-l-a-l-h-e-a-l-i-n-g-dot-com-dot-h-k 好 我們很快回來今晚的講題 我們會討論九型人格學 我們的嘉賓是Ray Ho 我們剛才都很快去精簡地 將三類的人格的重心說出來 然後我們再看看第四型是屬於哪類型的人呢 第四類他們叫做浪漫型 浪漫型 Romantic 有些代表人物呢 例如娛樂圈很多的人都是 例如梁朝偉先生 張國榮先生 黃飛 類似 藝術家營 有些書叫做藝術家營 我聽過有些人叫做藝術家營 即是他有一個藝術家的脾氣 脾氣 脾氣 即是有時候是 即是他奉行自己那一套 又不是很需要去迎合別人對他的看法 要求 其實他很注重的就是要對自己很討厭 他想怎樣就要表現出來 所以很多都是娛樂圈的 他很辛苦的 如果他很假的話 他比較容易沉溺在自己的內在那裏 是 你可以看到 這次所講幾位我們認識的娛樂圈的演員 出名出色的演員 其實很多時候他真的能夠徹底表現到自己那一面 所以也叫做藝術營 藝術家營 藝術營 很多藝術家娛樂圈的朋友 有些作家都是用這個文字來表達自己的內心 有些用跳舞 有些用演藝 有些用音樂 都很多這一方面的人 其實他們是 其實一類型一一是講心的 譬如3號4 2號3號4號都是講心的 他這個特別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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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格 那個 emotion 比較容易出到來的 比較容易出到來的 比較容易 可以容易看到 譬如你身邊的朋友 可能都挺情緒化的 他今天開心 明天就不開心 早上開心 晚上就不開心 就是他情緒都比較容易波動些的 是 是 好了 那 其實這個 雖然是這樣 在工作上可能比較麻煩些 但其實這類人都很多優點 很多很多優點 因為他對很多事都比較敏感的 哦 就是他很感性的 可以很容易感受到別人 感受到自己內心的 是 還有 譬如 比較有創意的 他們 嗯嗯嗯嗯 比較容易有感觸多的 譬如他見到 可能下雨 他有一種感受 可以寫 寫一首詩 嗯 行山 他見到一些樹葉 他又可以寫一首詩 嗯 因為他們都比較 感受多 感受多 又比較 都有 多同理心啊 嗯 可以說是比較浪漫一些 嗯嗯 很多時候可能會 喜歡同一樣東西啊 嗯 去同一個地方旅行 想回過去的東西啊 嗯 比較容易喜歡文學啊 詩詞歌婦啊 嗯 都挺理想化的 其實 嗯嗯 其實身邊我們都很多這些朋友 是的 就是 簡單的叫藝術型 那麼多藝術家 當然自我中心會比較強一點 是不是 那麼 好了 這個是第四型 這是第四型 是的 他是 心形裡面的一個表表者 表表者 就是最突出的心形 因為他容易表達到他那個內心的世界 很多時候 從他的行為啊 寫作啊 音樂啊 很多方面 所以都幾容易 幾突出幾容易看到的 是 嗯 好了 那大面營了 大面營 大面營 不是說心路 大面營 是會哪一方面的 我們開始在圖 轉到另一邊那裡了 是的 五六七號呢 五六七號呢 都是講 都是屬於一個 心驅型的人 他們是容易用個心 不是 講錯了 用個腦的 五六七是講腦的 是的 五號呢 他們的名字呢 就叫做觀察者 觀察者 是的 Observer 為什麼要用這個名字呢 其實他們就覺得 他們很喜歡觀察東西的 為什麼喜歡觀察東西呢 其實 他們覺得 因為這個世界都幾複雜的 幾危機 幾危險的 那麼他們就要觀察 看定些 那麼都很 他觀察能力都很強的 很多時候 我也聽過有人形容這種 是一種 所謂叫做哲學家營 就是喜歡想東西 分析東西 他見到什麼都好 他都想一下 有沒有更加做得更加好 是的 很多時候 我有個朋友 是以一個型 他說他小時候 小學的時候 已經很多時候想 生命的意義 我從哪裡來 為什麼我是這個世界 都很有趣 他們其實 是的 那麼這類型的人 在我們一般認識的人 可以想到哪幾個 嗯 譬如很多 很多 很多教授 醫生 都會很多 譬如 科大 很明顯 科大 很明顯 科大 那個 朱經母 教授 校長 他是很典型的 一類型的人 他們比較容易 知識比較多 容易看書 比較容易冷靜 嗯 嗯 比較容易 生活比較容易簡單 他們喜歡想法 研究 是 是 身邊我們都 有時候會見到 一類型的人 都不少 那 他們的決定會在哪裏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 需要很多時間想法 他們會比較抽離 沒有那麼多情緒 因為為什麼 他覺得 情緒影響他想法 他要很冷靜 他很多時候 就很需要一個空間 你不要犯他 他會關門 為什麼呢 因為 如果有人吵著他 他想不到事情 他要比較靜靜地 真是深思熟慮想一個問題 所以 他比較喜歡 人家會覺得他比較冷漠 或者比較抽離 是 比較不關心別人 就是這樣 因為 他的長項 就是他的想法 但是 可能因為他想太多 就 忽略到他 這個內心 那個情緒 那些東西 嗯 就是跟他接觸的人 會覺得他好像 不是太過 關心別人 或者關心他 是不是 他把所有問題 就是把他 概念化 思想化 嗯 所以很多人 有時候 人家就會覺得他比較難些 嗯 抽離和難 難些 可能如果做這個 做 譬如Sales 那些 可能比較 辛苦些 就是不應該 可能會難些 是 可能會難些 是 好 這就是第五型 我們也叫做 思考型 或者哲學家型 那第六 好了 第六是屬於哪類型 第六很多翻譯 就叫他中誠型 呃 有些叫他做 loyalist 呃 中誠 中誠 guardian 不同的派 就用不同的 翻譯 他們都是屬於個 老區的人 因為他都覺得生命 跟世界都比較危險 所以他們都很多時候都要 都比較疑惑 因為他們生命是不是真的這樣 那些東西是不是這麼穩陣 他們很多疑惑 對所有事情都 他們不是很容易知道怎麼做事 要看定些 所以 給別人的印象 可能會 膽小些 恐懼些 所以有些仍然會看到謹慎 謹慎 也有些難聽些 怕青型 很多怕青 什麼都很害怕 即是他容易 行為上 就很容易問很多問題 問完 你回答他 可以再問多你三個 那 就 可能跟你爭辯一下 因為你說的 可能跟上星期說的 是不同的 那麼他就會 跟你質疑一下 因為他 其實很追求一個真 很真的 很穩陣的 他會 很多時候行為上 會質疑一下你 問很多問題 例如他去旅行 可能會準備很多東西 即是他想好 很多不同的選擇 他們有時候都可以很幽默 因為他看了 對一件事 他由左邊看 又右邊看 又前後看 後後看 所以 可能有時候說話 都比較幽默 可以 那 起碼不會粗心大意 這些人 可能 不粗心大意 可能過分謹慎 所以 如果你需要工作 是要謹慎一點 例如 會計師這方面 會比較好 如果會計師是屬於這類型的人 會計師可能都 如果會計工作 需要很謹慎 很有邏輯性 那麼 這類人會做得好 會做得好一點 是的 因為他們都很小心 很小心 他們都 比較小心 比較 心思 比較緊密 不要犯錯 不會犯錯 不會犯錯 而且他們都覺得 跟人的關係都要重要 所以他們比較 有時候都很 很 溫情 很溫 很溫 而且 忠誠 Royal 不會這麼 半譯你這麼容易 半譯 他覺得那件事是真的 好 他會撿住 因為那件事可以給他安全感 其實重點就是 他追求一種 失去的安全感 所以 很多時候他都會好像五號人 中文看了很多書 因為他想尋找那種真的東西 讓他可以給他方向 如果 譬如有些人 同樣的背景 或者可能有些 不是很安全的背景 破碎的家庭背景 會不會容易製造 這一類的 或者 這種性格的人 這種性格的人 在這個系統來講 他們就說 很多時候我們那個 性格 跟這個 童年陰影很有關係 很有關係 很多時候都是 家庭 他小時候覺得不夠安全 其實可能在這個 大家來看 他的家庭很好的 或者 但是在他的小孩 那時候 小小的眼光裏 覺得有些事情變 或者不安全 已經導致他 可能會形成這種性格 那 如果在香港來講 可能 很多人會覺得 許冠文先生 小象 可能是這種性格 因為他都很風趣 他看東西 他可以不同角色看他的 很細緻 讓他看出一個幽默的地方 是的 他很容易看到幽默的地方 和相反的地方 比較好似 外國好像那個 Woodie Allen 是的 Woodie Allen 應該是很入型的 是的 他看東西 不是一般人看的角度 他一般左 又可以看到 右 所以比較風趣 他們可以 是 或者 有時候可以 有時候可以 好 好了 接下來 就是 第七型 第七型 很好玩的 他們 叫他做什麼 有時候 他們叫他做 歡樂型 喜歡玩的 喜歡玩的 行為上 就好像 很喜歡玩 有些叫做 optimist 很多種不同的 他走出來 就好像 一個 可能很開心 很喜歡玩 什麼都玩 什麼都試 比較貪新鮮些 走出來的 給人家的感覺就是 可能很快 今天又試一下 明天又試一下 那樣 又試不同的東西 什麼都試一下 那 就 比較有趣的 他們 都很受歡迎 其實 他們很多時候 會安排很多東西給自己 不會坐定定 一晚可能 走幾場 玩完這些 不同的派對 一個一個派對 有些朋友 一個一個派對 每晚 訂很多派對 或者他們可能 有不同的興趣 這陣子喜歡 滑水 下一陣子可能 喜歡跳舞 他們不停地 有新的東西 給他們玩 不好聽 就說他們 比較貪新鮮 因為他們很喜歡一些新的東西 他們很注重體驗生命的新鮮 刺激的東西 很多時候很喜歡一些超刺激的 例如跳降落山 他們都可以 很有勇敢去的 其實他們的本質 就是很怕 痛苦 悶 痛苦 不開心的東西 他們比較喜歡 向著 歡樂 無拘無束 各方面玩 他們很厲害 很多時候 頭腦很快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 很會想一些很開心的東西 我這一說起 我都想到 香港很厲害 很明顯 他都很快 很喜歡說一些開心的東西 還有曾志偉先生 是 是 很典型 他每次出來 無極掌門人的時候 都有不同的化妝 很開心 很多化妝都可以 是 其實娛樂圈都很多這些人 應該是 聽起來 是 反應快 很開心 是 好 第八型 我們會叫他做什麼呢 第八型呢 我們會叫他做什麼呢 第八型呢 我們開始 離開這個 腦區 去這個 所謂叫腹區 腹 其實 他將人 分開了三個 一別一 譬如 二號 三號 四號 屬於一個深區型的人 五六七 屬於腦區 八九一 屬於 他們很多時候都會用他們的直覺行事 不一定是用 決定一件事 不一定是用分析 又不一定是用他們的心的感受 是很多時候用他的直覺 嗯 一區 一區 八九一 又可以叫做 叫做 Anger Type 就是 Lolo Type 哦 這個體格容易比較 是 憤怒一些 是 當然 就不一定的 那他們 呃 那個 名字呢 很多時候都叫做 保護者 嗯 保護自己 保護人 保護自己 保護自己 保護他們 他們的人 OK 是 他們都有 他們其實 在這個世界都覺得 很多時候都不一定有公義的 所以他們要走出來 站出來 站出來 維持一下公義 嗯 就好像一個 大哥 走出來 要保護他身邊的人 嗯 那麼 他們的重點是覺得 一 生命就不可以做一個弱者的 我要 弱者就被人欺負的了 嗯 不要被人欺負 那麼 他們就 很多時候就 很容易就站出來跟別人 爭執的 是 爭執的 是 就不是 永遠是這樣的 但是 他們都容易 站在自己的立場那裡 是 那麼他很怕被人控制 啊 他寧願覺得自己控制的場面 自己行動 好過被人控制 是 那麼很多時候他們都會 嗯 保護弱者啊 有決斷啊 不怕跟別人爭執的 很多時候 很容易就可以跟別人爭執 但是爭執完之後就沒事了 嗯 很多時候他們會比較喜歡用一些權力的東西 就是玩一下politics 嗯 嗯 那麼就 嗯 這一邊是他一邊 另一邊其實這一個都是他的強項 啊 為什麼呢 嗯 他可以 就是可以承擔很多東西 站出來 嗯 有時候他可以背得起 是啊 那麼他站出來很多時候都 都很有威嚴的 嗯 嗯 就是啊 給別人的感覺就是 嗯 你不要欺負他 那邊來啊 啊 還有他們比較堅強一點的 他們 他不怕的 他不會那麼怕事 啊 他都很有力量的 啊 有決心啊 很多時候都很有行心 和很保護他身邊的人的 嗯 那麼這些很多時候都是他們的 強項來的 嗯 嗯 那最後 說一說 如果他在香港 在香港有些什麼人 是的 譬如以前那個演藝界有一位叫鄧光明先生 哦 他都站出來都很有威嚴的 可以 或者在商界來說 劉聯雄先生都是屬於非常之比較強者的性格 嗯 波士型的 是的 叫波士型的 很多時候他們喜歡做生意的 即是不喜歡被人管的 是 創業都很多這種型格的人 是 好了 那最後那個型格呢 第九型呢 第九型呢 就翻譯來為一個叫做協調者 是 有些叫做mediator 或者你可以叫做好好先生 好好小姐型 和諧型 是 是 他主重 他覺得世界很多鬥爭的 那麼最好世界就沒有那麼多 就和諧 和諧好一點 那 就 那他 很多時候他們好像沒有什麼所謂 嗯嗯嗯 你問他想吃什麼 沒有所謂 去哪裡看什麼戲都沒有什麼所謂 其實 嗯嗯 其實可能內心深處呢 他都有一些idea 但是他就不一定說出來 但他就不一定說出來 不好意思說出來 那可能呢 他生氣就在裡面生氣 他就不會罵出來 是 那 其實這個型格也很好 就是 比較給別人的感覺是比較安場 啊 自在啊 溫和啊 嗯 給別人的感覺很舒服的 嗯 他就比較難 比如 難拒絕別人的 你叫他幫你 他很容易就 就覺得要需要幫 是 因為如果他覺得 如果他不幫你好像 拒絕你不行 他不懂拒絕 難以拒絕他好像覺得 不協調 大家好像有些 爭辯 那 和那個helper 第二型就不同了 第二型的性格 他真的很喜歡幫你 是吧 就是動機有點不同 動機不同的 其實狗型 性格是說動機的 是啊 所以第九型那個 他就不想 不想得罪你了 不想令你不開心啊 所以就會幫你做 是啊 很多時候會幫你做 其實很多好處 這個性格 是 很容易就 好 付出自己 他和你心都幾強的 那麼 適應 很容易適應到不同環境的 看到到個人的要求 需求 是 比較上 可以說是 盡責的 又完全不情緒化 因為他們 訓練來講 都比較冷靜 穩定 其實 在外國來講 以前那個 雷根總統 喔 Reagan 他走出來 都是很溫和 很溫和的 他們說 其實 都是他太太 做很多選擇 哈哈 哈哈 香港人 我們 香港人 不是說 這個性格 其實是很難很難看的 因為他們 如果很健康的 就 你真的不知道 他是變形的 因為這個性格 可以 可以變得做 很容易 好像一個觀察者 那樣的 因為他們都很冷靜的 嗯 很多人都說 董建華先生 是一個很好先生型的 很多事情都比較隨和 以和為貴的 很多事情 是 我亦都聽過 有些人 覺得 九營人格的 那個不好地方 就把人家定了 那樣 那樣 人呢 就是應該有 即是很dynamic 即是不應該 那樣就定了 就一定是這樣的 那樣 但我的感覺 我看到 其實真的很多人 是屬於那個營的人 你看很多的行為方面 他真的是那個營的人 那些行為 你看得到的 所以呢 在某個程度上 最重要的是 你自己知道自己在哪裏 知道自己的強項 知道自己的弱點 是吧 就不用太执著 是被人定了營 那樣 即不是說 你過度活躍 你一定過度活躍 即不是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 在實用方面 其實是非常之有價值 其實 對 你說得非常對 其實不是被人定了營 是你自己定了自己營 你自己跳不出自己的框 你跳不出自己的執著 那你就自己定自己營 別人看到你而已 如果你可以釋放自己 走遠一步 那就可以跳出去 是 是教的 或是你做一個 當作一個 一個 一個 用這個學問 來幫人去分析 那些 不同的處境 有幾方便 我希望 將這個 非常之好的系統 帶回來香港 有 一方面 我就會 搞一些 workshop 另一方面 就會幫一些 朋友 因為 很多時候 他們對自己 在事業上 不是很清晰 那我們 就做一種 叫coaching anyagram coaching 幫他 看他 哪一種性格 除了狗型 性格裏面 可以再細分一點 那哪一種事業 適合他 多些 或者 應用在 日常的婚姻 戀愛關係 那裏 就覺得 可以幫他們看一下 哪一種人 是適合他們多些 或者 你如果跟某種人 一起 你是怎樣 跟他們相處好些 因為 每個人都有一個制 那你 怎樣可以 避開的制 或者可以 幫到另一半的人 那另外 還有 譬如 親子關係 譬如 不同的小孩 你怎樣教他們 或者 怎樣了解他們 很多方面都可以用到 還有商業方面 可以怎樣 應用在 管理方面 或者銷售方面 不同的人 可能用不同的方法 幫你銷售 所以 很廣泛 九亿人格的學問 其實應用的地方 非常之多 由於時間關係 我們就要跟大家說 拜拜 非常之多謝 Ray好 跟我們今晚 分享一下 九亿人格 希望Ray 可以繼續 在我們網上電台 再深入些 幫助大家 利用這個 九亿人格 在應用方面 多方面可以幫得到 多謝Ray 多謝 和大家拜拜 下星期再見 拜拜